哇 以為我來到水漾森林了嗎 其實我現在是在花蓮台九線上的一家餐廳 這間餐廳不只讓大家品味美食 還打造了一座夢幻的生態園區 到底老闆為什麼會把這兩樣做結合呢 我們趕快進去 拜訪他囉 其實花蓮這個地方是我以前經常在度假的時候 我喜歡來的地方 我來這邊覺得很放鬆 所以他們花蓮有一句話講得很實在 他說花蓮的土會黏人 我就被黏住了一個 你就被黏住了 我想這個是很多人的夢想 其實我自己本身就是一個算老套 因為工作的關係我經常周遊世界各國 所以常常有機會品嘗到很多美食 我就很希望把這兩者能夠結合在一起 爸爸媽媽在放假的時候 可以帶他們有一個很適合遛小孩的地方 小朋友可以跟大人一起出去 在戶外這樣走一走 然後看風景 我們剛剛歪了沙坑 然後我們還有看到那個鴨子 會帶小朋友來這裡走走 外面有人造湖可以餵魚啊 然後餵鴨子這樣子 可以跑跑跳跳跳 它這個地方空間又很大 然後空氣品質又很好 緊接著是我們餐廳的主角上場囉 這是今天呢 這個向大哥幫我們準備的料理 這就是一些比較特別的 無國界料理的部分 很漂亮耶 向大哥你很壞 這樣我等一下怎麼敢吃啊 因為太漂亮了吧 我們的宗旨就是說 這個菜呢不光是只有看而已 只有視覺效果 下肚子以後 感覺他的心靈跟他的胃 都是滿滿的感覺 主廚 我們這個無國界料理 它是一個套餐嘛 那首先我們要先從前菜的部分嘛 肉里沙拉 然後拌一些橄欖油 還有檸檬絲 還有九層塔下去用紅酒醬絲 會更前面出甜味 再來這個是 我們的開胃菜 這是在地的食材 我們在地本港這邊抓的蝦子 這是我們花蓮特別有名的栗子南瓜 它有一種特別的香醇的味道 普通的南瓜沒有它那麼香醇 在這邊的話 無國界料理的主菜是有四種可以選擇嗎 對 這個是 帶骨牛小排 我們這次用低溫料理 它肉質是鮮嫩的 好吃 它更能稱作它的牛肉的甜味這樣子 所以基本的是沾海人 先吃它的原味 這個是無骨熊小排 下面的話 醬汁的顏色又不一樣 這個是我們飛魚劇有出來的時候 它是黃金魚卵 吃起來它的口感會有薄薄薄薄這樣 處處有驚喜 所以說它的醬汁蠻特別的 那再來這個是不是羊排呢 羊小排 羊小排 它有少許的薄荷葉在裡面 少許的薄荷葉 所以我們吃的時候會有一點點涼涼的那個感覺 我們底下一樣呈現我們南瓜醬汁 這個應該就是豬肋排 我們這是用蜜汁豬肋排 烤到後面的時候我們上面會塗一層蜂蜜 嗯 更增加它的亮度跟脆度 哇真的是老師傅才有的一個手藝 我們老闆相當注重有機無毒的東西 所以說它後面一大片的東西都是 都可以就地取材 對 這個老闆他是很用心在 在食材方面都採 都是用那種有機無毒的 對 所以我們去吃了覺得滿健康的 在這邊用餐喔 除了有無國界料理之外呢 還有其他的方式可以選擇喔 雨蓮有什麼方式呢 有盒菜有減餐 嗯 那盒菜的部分今天要幫我們準備了什麼 烤雞 烤雞 這個烤雞跟一般有什麼不一樣 我們都是用我們吉安的芋頭 芋頭 所以裡面有包芋頭是不是 是 哦 那再來呢 其他的部分呢 是我們的減餐的部分 對我們的椒麻雞 嗯 鬼頭刀魚排堡 墨西哥辣椒卷 再來這個是 海鮮披薩 海鮮披薩 還看到一些蔬菜 對蔬菜 都是我們當地的 嗯 餐點的話 其實樣式滿多種的 因為中式西式 那我們通常都是 各點一個西式中式 那小朋友就是 都可以吃得到 他視野也好 然後他景坐得很漂亮 然後讓人家覺得心放生 姐妹都會在這邊下午茶 覺得很舒服 漂亮 真的很漂亮 謝謝 對啊 那個洛宇東啊 就種在這個水裡面 很有那個意境 是 你把這裡打造的好夢幻哦 林莉 謝謝 你當初怎麼會有 這樣的設計想法 嗯 因為當初就常常來花蓮玩 對 發現花蓮真的很美很美 嗯 然後山海離我們好近 嗯 然後就想說把這一片 打造成一個濕地 透過玻璃啊 可以看到外面的風景啊 還有這個火車啊 讓自己得著餵養 人得著放鬆的地方 想說來嘗鮮 鬆餅還蠻特別的 我跟著節目這樣到處吃到處玩哦 來到這裡哦 這一間餐廳 絕對是我來到花蓮的口袋名單哦 因為呢 它的料理哦 其實跟我一樣 不僅有外在 還有內涵哦 而且重點是要跟大家講一下啦 其實呢 品味美食哦 它不再只是在餐桌上的一個交流哦 透過這裡的生態花園 它還可以延續你跟朋友 還有家人之間的情感哦